新年7月 北极圈的温度一度飙升至32.5摄氏度 覆盖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的冰盖也在加速融化 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在7月15号至17号这三天 格陵兰岛每天流失的冰量多达约60亿吨 足以填满720万个奥运规模的游泳池 科学家们担心2019年的悲剧会重现 去美国格陵比亚大学的研究报告 2019年 格陵兰岛冰盖融化了约5320亿吨冰 直接导致全球海平面永久上升达1.5毫米 过去数十年 格陵兰岛冰盖融化 对全球海平面上升贡献占比达20%到25%左右 若全球变暖趋势继续 到2100年 这一比例或将达到40% 如果格陵兰冰盖全部融化 全球海平面将上升7.5米 在最后1,000年 以来的维兰岛冰盖融化 我们只能够有一个冰状态 全球海平面的冰盖 那是1887年 到2000年 从2000年 我们已经有4年了 斯维茨冰川 南极州最大冰川 也被称为末日冰川 一旦崩塌 可能会引发南极州冰川崩塌的连锁反应 最新研究显示 这座不断缩小的冰川的末日 可能会比预期更早到来 依据国际斯维茨冰川合作组织的统计数据 过去30年 该冰川的冰流失量每年递增一倍 自2000年以来 斯维茨冰川已失去了1万亿吨冰 在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年度会议上 研究人员警告称 目前斯维茨冰川正加速融化 该冰价可能在三年后完全崩塌 一旦斯维茨冰川全部融化 释放的水量 足以使全球海平面上升近一米 如果其他相邻冰川也因此滑入大海 最终将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三米 目前所经历的还只是未来的预兆